然後就一直在網路上一直說什麼我摔小孩什麼什麼 然後來那時候打我那個影片就一直問我怎麼摔的 我說我根本就沒摔他 我只要說我沒摔他就揍我 然後就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在網路一直那個 就偷一些有的沒有的就是他們好像是法官一樣就是要跟你判罪 那段時間幾乎不太敢出門 然後也沒辦法睡覺 那他的壓力也很大 我都覺得就是錯是我帶來的 為什麼要這麼急去接這個Case 所以現在就是你們整個家也都被這一些 不管是學校啊社會局啊還有這些所謂的網紅 對 都給毀了 所以你們家這兩年的近況 比如說你們家的經濟來源除了 除了先生隱藩你那邊現在目前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維生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工作 一直都走不出來 然後這些你有短暫去打一個很快的工 然後問題是那個就是又會一直想起那個畫面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家也付出很嚴重的代價 那應該要為我們清白 那時候2016年我開了一個大手術 就是我聽神經流開了10小時看到 然後那個命是救回來 因為我有一個 我的腦子裡面有一個 3.6啊3.8公分的聽神經流 已經影響到我走路的那個 然後拆完之後後來我們搬到新家 那時候因為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都沒有讓我擔心嘛 然後就是都要外地求書求學讀書 然後我去裡面想 因為開完刀其實瘦損很大 我的左半邊 前面神經整個瘦損 聽力整個瘦損 然後 後來我那時候考那張醫生有建議說要休養一年 但是我等不住 我等了我休一個月就去當志工 就三個月就去考這個素科 然後那時候這個素科 他那個CPI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嘴巴沒有辦法閉起來 嗯 就是還會流口水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去極測騎兵考這個證照 就想說自己也憑小孩子 然後去考那個證照 然後去那邊帶小朋友就陪伴這個空窗期 然後就去那邊那個帶小朋友 然後想說帶小孩是單純的 怎麼會想到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我前一個扣育的小孩 他的爸爸 他說他不曉得是因為疫情還怎樣 然後他的姐弟沒有辦法送過來 已經死 已經就沒送過來 然後我就請他媒合 然後他們社會局 他們政府要弄這個總共托 然後社會局要授權給我 拖育中心的訪事員跟站長 去媒合家庭給保姆 但是他完全沒有負責 就是法官的工作完全沒有做 那時候那個站長就說 那個年輕阿嬤 然後 名字跟你插一個字 然後很健談 然後不錯什麼 就丟過來 他就是電話跟他講講 或是臉書拖一拖就丟過來 然後丟過來 他來的時候就說 那個孩子吹24小時冷氣 然後就丟過來 我們家這樣子 然後那個就是何醫師 就是我剛跟你講的 他就是先牽完回去等下牽嘛 然後然後第二天來 第一 我有跟他說是不是可以帶出去外面散步 然後我記得那天好像都有下毛毛 第一天我有推他出去 然後就覺得他很灰很吵 然後第二天他來的時候 然後一進門其實屁股就有大便 阿嬤是知道的 嗯 對 然後我跟他說 因為那邊好像是臭臭的 然後我等下幫他換 然後他那時候有說叫我不要幫他洗澡 我也沒有幫他洗澡 那邊就很吵 就在地墊就是一直揮 就是他阿嬤說在家可以喝到很多 然後他喝一百二喝很久 喝了三四十分鐘 那你想他七點多來我會累嘛 先幫忙照顧 我也在旁邊嘛 然後後來就是我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放在他店子 他第二天有帶一些玩具 在他的地墊裡面玩玩具 然後玩玩具 完之後他就是揮 後來我就說那你是不是要出來 就是扶在桌岩那邊 然後桌岩那邊 那邊他就是要還是要過來給你抱 他就是那天一直要討抱 而且我有發覺那個小孩好像不會 不能躺下來 躺下來他就馬上爬起來 他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可能是腦部就在痛 然後他周圓就是沒扶好 過來抱的時候 就是摔到地墊上面 摔到地墊上面 他那時候就是 我發覺他是兩眼不能退交 而且手腳要趕快抱起來 然後那時候抱起來的時候 我就有打給阿嬤 那個小女生 那時候要上救護車 他的眼睛 你有給你們影片 他的臉是平滑的 然後眼睛也深開 然後簡卓又問我 他說你覺得他有呼吸 我說有 而且他送拖第一天 在他家就已經有摔到嘴角 那個他們都沒有講 他嘴角就已經有流血 然後我頭也有撞到 這個是他們承認的 他都沒有講 然後他那天一直哭鬧 然後就是我用手帕 小手帕插的時候 他們都脫皮流血 他也全部賴給你 然後後來賴完之後 他就叫你去醫院 還叫我去往生寺給他跪 然後被他指責 然後我我去醫院的時候 我跟訪事員趕去醫院的時候 他阿公來 他就趕我出去 那時候他說疫情 你不能在這邊 然後他阿公就講了一句說 什麼要開刀 什麼血流不止 我跟那時候 跟訪事員兩個就傻眼 我說他只是摔倒撞到地墊 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 我們就處理到一點多 我在 我在流車桿 處理到一點多回來的時候 我跟訪事員說 我想打電話關心那個小女生 然後四點多 我打給他阿嬤 我傳來給他 這個對話過程 簡作都有 我跟他講說 那個 非常不好意思 讓你的身體摔倒 然後如果 有需要的 我願意去照顧他 他跟我說 撐過今晚 撐不撐得過今晚 你不知道 我就說他只是撞到地墊 這個 這個 對話的 所有的內容 其實警官都有截取 給那個簡作 然後過來之後 我們家就開始被破壞 然後 然後就一直在網路上 一直說什麼 我摔小孩什麼什麼 然後來 那時候打我那個影片 就一直問我怎麼摔的 我說我根本就沒摔他 我只要說我沒摔他就揍我 沒摔他就揍我 然後就 然後就是一直 在網路一直 那個 我只要是 就PO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他們好像是法官一樣 就是要跟你判罪 這段時間幾乎 不太敢出門 然後也沒辦法睡覺 然後就一直很自責 為什麼我要去接這個流氓案子 為什麼我要去聽信這個人物 一站豬站長的話 是接那個流氓的案子 他那時候有說他是刺青師 可是爸爸不會出面 他作息正常 是阿公阿嬤來接小朋友 我有問他 刺青師會不會是流氓 他回了我一句 流氓沒有關係 你絞錢正常就好 我要問一下這個人物一站的豬站長 事情已經到這邊 法律也還我們清白了 這兩年你過得好不好 你睡得著嗎 你心裡有一點愧疚沒有 你還有資格當站長嗎 你這種媒合方式 你要害死多少保母的家庭 你今天社會局 要授權給站長媒合東西 你不需要把關嗎 你把全部責任都丟到保母身上 我們承受得了嗎 資金法律你還我清白了 你還覺得我們有錯 以後誰敢當保母 誰敢當幼教師 我到城隍那來求 我求城隍也想 我也去我們海波宮求 我們海波宮的千歲他也知道 我有跟他們說 其實從頭到尾 尤其是我們海公的千歲 你都清楚 如果這是我前世的因果承受 但是就是 我該有的清白你要還給我 那生命保佑了 那我跟城隍也講 求求你童話我們夫妻清白 然後我們就是在還任這樣子 然後對方怎麼樣 我今天學校就是大概跟城隍也講一下 所以我今天就是過來跟城隍也講 那個懷念就是後續請他能讓你 那個先生說 你最近這兩年一直吃不好 一直吃不好睡不好 然後體重也一直往下掉 我掉了十幾公頃 我本來是 我本來就不胖 我本來是五十五十一 然後現在 生四十一點三 沒辦法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們家這個責難是我帶來的 包括我兒子 他幾乎是綿葉到外面 沒辦法在家住 然後我整個家裡 然後包括我現在在學校收的五路 他為學校那時候 帶學生 進了多少工 然後被學校這樣子對待 然後他還要去教學 他還要去承受 老師 學生 家長的眼光 他甚至一到他們 的那個網站去洗版 說他是殺人嫌疑犯 甚至叫學生配偶拍照 說那個殺人嫌疑 這個社會病的殺人嫌疑犯可以教書 就我抹滅他 那他的壓力也很大 我都覺得這個錯是我帶來的 為什麼要這麼急去接這個case 所以現在就是 你們整個家也都被這一些 不管是學校啊社會局啊 還有這些所謂的網紅 對 都給毀了 所以你們家這兩年的近況 比如說你們家的經濟來源 除了 除了先生以外 你那邊現在目前是 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為生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都走不出來 然後自己有短暫去打一個禮拜的工 然後問題是那個 就是又會一直想起那個畫面 然後去工作只是讓自己不要 不是很想 因為他事情在10月份發生 然後我爸爸3月14號 3月13號就是突然走了 我爸爸跟我感情就很好 然後我就一直走不出傷腹之痛 就是現在目前還是覺得 如果有跟外界接觸 是不是熟悉的對象 你都會想起過去 那一段恐怖的經驗 想起都會啊 多少都會啊 就是跟爸爸講話 就是委屈的時候 就跟我爸爸講講話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告一個段落了 那我們家也付出很嚴重的代價 那應該要為我們清白 然後呢